我们来继续完成这个照相机的项目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学到了照相机这个数据的采集 那么到最后呢 这个照相机除了采集数据吧 还有拍照的功能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要对照相机进行一个拍照 那所谓的拍照呢 其实就是保存一个图片而已 我们知道这个图片呢 最终是写实到我们的LCD上面 那如果你要拍照的话 应该是抓取LCD的图片 然后把它保存起来是吧 那在图片的保存过程中呢 它是用到一种东西啊 叫做编码器 我们LCD采集到的数据呢 尽管是320x240那么多个像素 那这些像素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16位的数据是吧 那么这个数据最终要保存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经过一个特殊的处理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图片的格式 我们这里边呢会给大家带一个图片的库 那在我这个工程里面有个Picture文件夹 这文件夹里面会带各种图片的编码和解码的一种方法 我们就以我们这个BMP格式为一句吧 那点开这个文件 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函数 中国是三个 那么前面两个它其实是个解码 Dcode这是解码的过程 那我们保存图片呢是一个编码的过程 所以用到下面这个函数 那对于这个函数的内部啊 它的东西非常多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仔细读下这个原代码 那不想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个函数就OK了 那这个函数呢会有这么几个参数 那跟我们相关的 首先第一个是名字 我们要把它保存在哪 后面这两个这是一个起始的座标 那我们其实保存图片 已经跟大家说了 就是抓取LCD上面的数据 我们把LCD上面的数据呢 从哪个位置开始 比如我们LCD有这么大 那你要从哪个位置开始抓取 当然我们一般从这个点开始抓取 你抓到最后这个点是吧 所以呢后面有前两个参数 是一个起始坐标 后边两个参数是一个宽度和高度 当这个时候我们保存之后 可以依据你的想法 你可以保存一半是吧 比如最后我们这个 这个照相机做法 在LCD下面会有几个按钮 这有三个按钮 那在我们拍照的时候 这三个按钮是不能拍进去的 所以保存图片的时候 我们起始位置虽然还是零零 但它的宽度和高度 已经被我们限定好了 这边是240 那高度这块呢 可能就是300多个是吧 把下面这块控留出来 至于后边这个模式呢 我们可以直接 用个默认的模式 零就OK了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照片 保存起来 那我们切换到我们的组函数里边 我们看保存图片怎么保存了 那上面部分呢 我们已经测试好了 可以通过摄像头来刷新一个数据 把它刷到LCV上面 我们用下面这套代码来测试一下 我们保存图片 当然这个代码是通过按钮来测试的 我们按一下按钮 然后呢就会拍一个照片出来 那现在由于我们菜单呢 还没有加入测试环节 所以我用一个普通的K来代表一个按钮 当然如果你板子上的按钮坏了的话 那只能用触摸屏来做了 但这个K里边首先肯定需要做一个K的初始化 然后是有一个按钮扫描 这个都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你按了某一个按钮以后呢 就会再进行一个拍照的功能 那么拍照的功能我们主要看 首先这边有第一步 大家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到 这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我们要保存一个图片 当然要给它一个名字是吧 我们来扫一下这个名字是如何获取的 它在上面写着 OK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函数 它用来做一个名字 首先这是有一个判断 所以这个判断是为什么 我们看里边就知道了 Sprintful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 类似于打印的语句 当然和printful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图片的名字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0 0这是我们用文件系统挂在了一个SD卡 是吧 我们知道flash它是挂在在1 0是一个SD卡 在SD卡下面有一个目录 但是这个目录是提前创造好的 在目录下面会保存图片 我们看到图片的名字是怎么做的 PIC 然后是一个数 .bmp 那这个数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五位的整数是吧 PIC number 做完了以后 我们根据这个名字来打开一个文件 这是文件系统的一个函数fopen 那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再返回一个值 nofile nofile正是你需要的 如果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那就不能做了 是吧 那就要覆盖 那我们要保存个新的图片 肯定是一般是不要覆盖前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返回了一个nofile 就break了 同时呢 根据这个open函数的属性啊 尽管呢 会返回这个nofile 其实是已经打开了 那如果 不是返回nofile 我们的PIC number++ 我们打开另外一个 它是一个循环 是吧 依据这个条件来进行一个循环 那如果不满足条件 我们继续打开一个新的文件 意思 返回这个值为止 nofile 那如果新打开 这个文件不存在 那就ok了 我们得到了一个 新的图片的名字 然后我们再翻回到下面 得到一个名字以后 下面这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 BMP应扣的 然后名字 已经放在这 评定是吧 这是起始坐标 这是宽度和高度 如果成功的话 这是拍照成功 给你说了一些 提示性的语句 如果失败了 这就会做一个拍照失败 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做一个 照相的功能 如果你点 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会产生一种拍照的功能 但如果你不按的话 还是一直在刷新的屏幕 是吧 如果你不拍照的话 你知道屏幕还是写实到哪里 那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编译测试一下 到底能不能用 那由于我的这个板子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的板子按键就坏了 所以这个不太好测了 就因为我用按钮做测试 你的板子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图片的保存 说白了就是一个拍照的功能 是吧 那拍完照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 对照相机来说 我们肯定是有相册的 是吧 我们可以浏览相册里边的照片 那浏览照片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这个时候和你的摄像头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了 是吧 浏览一个照片 其实是把我们SD卡的照片读出来 然后解码 我们图图片保存的时候是编码的 那如果你要拿出来 那就是解码的过程 对解码呢 我们要对应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代码的测的是一个 BMP格式 所以当你解码的时候 也应该从BMP这边找到个解码 这里面有两个解码的功能 第一个是标准的解码 这个是320x2 240的 那么还有一个其他的解码 那这个就是写的非常的好 那这种的解码会解出来的图片是 适合小于我们240x320的 先告诉你了 是吧 我会使用这个解码 那为什么呢 待会我的相册打出图片的时候呢 还是最底层 在这个屏幕的最底层是有一个工具栏的 我为了解 但我这个工具栏一直没有消失 那所以当你打开相册的时候 这个工具条还在 所以你解码的时候 这个宽度和高度 要注意一下 是吧 宽度是240 那么高度可能也还是300 是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解码 那至于它的内部呢 还是一些跟图片编码解码有关系的内容 这个我们就不去详细了解了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现在如果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就会打出相应的图片 这个解码呢 不止把数据解出来 而且还给你放到了LCD上面了 所以LCD你要不用操作 那在这里边我会用这个方法来测 直接去解码一幅图片 当然前提是这幅图片已经存在了 还是SD卡上面的 photo下面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之前做的很多测试 这个图片是存在的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 把你的图片显示出来 当然这个也可以测试 那我们如果把它变成0 把这变成1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代码 放进去的话 一开机就应该显示了 这么一个图片 当然这个是可以测试的 那我给大家稍微测一下 这个环节 看看能不能用 我们来把硬件做好了 配置一下 那么稍等几秒钟 它就会下载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OK 那么现在我已经打开了 我的摄像头 大家会看到 我这个板子上面 已经打出了一幅图片 是吧 PS0019 那就是这个图片 为什么长这样 那是因为我测试的时候 不小心了 把上面的字也给拍上去了 而你会看到下面呢 会有一粒空白是吧 因为我解码的时候呢 高度是比较小一点的 大家看我的解码 是不是高度稍微短了一点 24x320 没有短 那这个可能的原因 应该是我拍照的时候 拍的短了一点 你在我们这个拍照的时候 英扣的时候 这样也可以稍微的小一点 你保充到哪个区域 这是一个拍照 还有我们的相册的功能 显示了一幅图片 那除了显示呢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删除的功能 是吧 删除这个需要用到文件系统的一个函数 FU-Link 只要你把名字传进去 而且你的SD卡OK 就可以删除的 对于这个拍照 相册还有删除的功能呢 建议大家 首先用一个普通的按钮 去测试这几个功能 把它都测试好了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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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